据不完全统计,从二战结束到2001年,世界共发生了248次武装冲突,美国发起的就有201场,占到81%,二战后几乎所有美国总统在任之内都发动或介入过对外战争。 朝鲜战争,平民死亡300万人,难民300万人,越南战争,平民死亡200万人,难民300万人,落叶纪受害者300万人,空袭利比亚,军民死亡700人,入侵巴拿马,平民死亡302人,受伤3000人。 海湾战争,战争致死平民12万人,制裁致死200万人,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,出兵索马里,平民死亡200人,受伤300人,可索沃战争,致死2000多人,治伤6000人,经济损失2000亿美元。 阿富汗战争,平民死亡超过3万人,受伤7万人,难民1100万人,伊拉克战争,平民死亡20至25万人,难民250万人。 叙利亚战争,平民死亡超过4万人,660万人,逃离家园。 就连美国前总统卡特也不得不承认,美国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。